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拍戏被偶遇,生徒身材纤细筷子腿,瘦身成功颜值重回巅峰。 5月25日,有网友在上海车敦影视基地偶遇杨子和徐凯外出拍戏。 两人站在一起时,徐凯之比杨子高一个头, 对于对比更加鲜明的女人来说,身高差距太大了。 当杨子抬头看徐凯的时候,两人的CP感也非常明显。 杨子其实是娱乐圈里最容易和男演员有CP感的女明星, 和谁一起表演都没有违和感。 而在这份路透中,杨子可以明显看到自己瘦了很多。 之前拍摄的杨子声照都存在明显的腿部粗细问题, 但是在美丽成功之后,杨子的小腿肌肉已经完全消失了。 圆图的角度难度很大,杨子的身体条件也无可挑剔。 那天,杨子身穿牛仔外套和喇叭裤。 可以看到,拉伸的裤子已经是小号了, 但穿在杨子腿上还是宽松的。 当镜头转向侧面时,杨子的圆脸变得更瘦更有立体感, 侧面的下巴线条清晰可见。 难得的是,尽管瘦了这么多, 杨子的脸却没有凹陷而是胖乎乎的, 笑容依然甜美。 这部剧的造型师很关注杨子的优点, 知道杨子不适合这些浮夸的造型, 为了贴合剧中成欢的整体形象, 整体搭配以简单干净为主。 正是这样的组合,让杨子看起来更加灵动。 他的皮肤白到发光,就像一块自制的光板, 和周围的路人根本不在一个维度。 与杨子娇小精致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徐凯身穿黑色西装。 徐凯的身高非常引人注目。 穿上西装后,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霸道的人, 这符合观众的期望。 凭借着冷静睿智的男主想象, 这部剧的整体风格也是以猛宠为主, 励志为主。 大家可以期待杨子和徐凯的精彩表现。 从目前的票数来看, 观众对于杨子在这部剧中的状态还是非常满意的。 以前杨子饰演大姑娘的时候, 网友总觉得她不止可爱,但不漂亮。 而这次街拍女主角戏后, 无论是官方海报还是路人拍摄, 都可以看出减肥后杨子的脸变得自然了很多, 没有像之前那么僵硬臃肿了。 钱。 看起来也比较有气质。 包括前一天她参加钢会MK活动的时候, 在场的粉丝都非常惊讶。 黑色的连衣裙加上俏皮的丸子头, 让杨子看起来更加亲切, 即使是红唇。 会显得过于时尚, 但却充满了少女的灵动感。 不知道杨子换了造型团队还是因为减肥了? 总之, 这个杨子与以前相比, 变化很大。 如果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就再也没有人会说杨子是将军姑娘了。 事实上, 娱乐圈最新鲜的就是演技。 杨子之所以能稳坐小花的流量天花板, 并与每一个和她搭戏的演员都有CP感, 就是因为她的演技在娱乐圈中名列前茅。 杨子不断突破自己。 相信她未来会越来越好。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的新剧成欢季。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